接下来要demo的这个功能是完全是一个Remote Monitoring的功能 我们叫做Dynamic Bandwidth Management的功能 我们试想现在就是现在外面有很多的电 装了我们的MVR 然后现在在总部它的频关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如何办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面这里 它的Bit Rate现在是大概1Mbps到2Mbps的Bit Rate 可是我的频关实在是不够 不足以传这么多的Bit Rate 那现在只要在这个Dynamic Bandwidth Management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去选了512K 那我们的MVR就会直接去做Transcoding 并且把看到的Video 立刻Transcode成Target是512K的Bit Rate以下 所以你会看到说每个影像 它现在就是变成比较小的影像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所以刚刚看到的是VGA 现在全部都是变成比SIP还要小的那个Video 那如果现在我看到说 这个歹徒走过去了 那我想要看清楚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也可以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其他的频关掉 我让一样的频宽 都给同一个频道用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它现在大部分的 那边六四几乎四八零 然后我们一样会想办法 用512K去压缩它 并且给六四几乎四八零的那个Bit Rate 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时候 我們叫做Remote Monitoring 同樣的在Playback也是一樣 我現在一樣就是四個channel 我現在在做Playback 我的頻寬也是不夠 我一樣就是可以選擇512K 然後立刻即時去壓縮它 所以它就會立刻Dynamically Transcoding 這個video變成一個小的頻寬 以便四個channel加在一起 還是可以小於512K 那這樣的功能在其他的這個產業的其他的BMS 是比較不具備的